小朋友們鴨鴨血雨開心玩玩具一旁脫育人員 除了陪他們玩耍不時還要注意尿布濕了眉 這年頭保姆不好當人數更是逐年減少 累其實也算是一個就是而且會很蠻封閉的 就是自己在家你每天就是對著小孩 然後可能不會講話你也沒有辦法跟他對話 二零二一年全台約有兩萬多名保姆 但五十歲以上托育人員就超過六成 加入十年後他們陸續退休 基金會推估二零三二年將會有一萬多名保姆退休 流失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一 其中台北市影響最激烈 主要是保姆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 因為我是在就是踏入這行之後才結婚 然後但我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小孩 但我也其實也有擔心過這一點 因此衛福部二十號公布 以修正居家托育服務辦法調整收拖兒童人數計算方式 並增加托育人員例行的仿視次數 從一年一次增加到兩次 按照救治居家托育人員如果生了第二胎 自家兩個孩子馬上佔滿收拖名額 等於被迫失業 擔心這上路後不但可以親自照顧自家孩子 還能再收拖一個小孩繼續就業 我家那時候一開始是覺得說 帶小孩就是一個生命的責任 就是你一個做不好 小孩子怎麼了 家長就一定是來找你 所以我那時候我媽是有說 你有確定你要做這個嗎 近幾年新協手為了鼓勵年輕人加入 也有基金會提出就業補助 投入托育工作每一年就有九萬元補助 幫忙介紹也有獎金一萬元 妄能增加托育工作機會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開玩笑